本视频属于编外书童 未经允许 请勿搬运 望线 风月不相关第25集 师叔 我可以去找药 但后续的入药准备就要麻烦您了 蓝旺姬当然是接受这个提议 谁让病人是她爹爹呢 那是当然 我只需要你提炼药性就好 我太忙走不开 阿晴不熟练 糟蹋药就不好了 所以只能你自己解决了 陆云解释道 蓝旺姬看破不说破 好 我知道了 等您做好了准备 我就去找药 蓝旺姬等了两天 陆云就让她去找灵溪草了 蓝旺姬没有带太多人进山 就带了碧玉丝追他们五个人 漠然怕她出什么意外 还是带了一些人在大满山外面等着 进入大满山后 蓝旺姬开始根据灵溪草的习性 选择寻找的方向 这种草喜欢长在阴冷潮湿和有岩石的地方 蓝旺姬尽量往阳光找不到的地方找 山路难行 越偏僻越陡峭 蓝旺姬大着肚子很不方便 自追他们也是尽量护着蓝旺姬 终于在一个狭小的山谷壁上发现了灵溪草 五个人里迎风轻功最好 最后是她把灵溪草采下来了 蓝旺姬就地处理草药 终于装满了三个小蜜蜂罐 只是她还没来得及高兴 突然听到了异兽的尖叫声 蓝旺姬回顾了一遍书上关于灵溪兽的描述 基本确定是惊动了灵溪兽 怎么回事 我们一直都很安静 怎么会惊动灵溪兽 蓝旺姬紧张道 灵溪兽就是守护灵溪草的 但这种兽有一个特点 它并不是不允许人类采灵溪草 只是超级讨厌吵闹 一旦吵到它 它就开始发狂 它的个子虽然不大 但特别凶猛又灵活 要是被它抓伤咬伤 很容易陷入昏迷 然后落入危险境地 不过不管怎么回事 蓝旺姬他们还是准备快速离开 反正草药已经踩到了 迎风在前面探路 其他人护着蓝旺姬在后面跟随 不一会儿迎风就返回来了 王军 我在前面发现了一对御林军 我们要赶走别的路线吗 只是这样一来 我们离外面就更远了 迎风快速回禀道 蓝旺姬皱眉 能出洞域邻军 肯定是有皇室人在附近 我们还是不改道了 就往这边走 顺便告诉他们一生里面的情况 要不要撤离 就不关我们的事了 蓝旺姬还想着早点回去呢 就算面前是皇帝陛下在 他也不想回避 以我看 这灵溪寿八成 就是哪个倒霉皇子公主招来的 碧羽很不喜欢皇室中人 从来没把他们往好的方向想 慎言 蓝旺姬看了一眼碧羽 他不是责怪他 只是希望他谨慎一点 碧羽憋憋憋嘴没再说话了 一行人继续往前走 只是在山林里 他们哪有那些动物跑得快 还没走一会儿呢 就被灵溪受追赶上了 而且不是一只 是一大群 碧羽他们只好留下三人抵抗 令两人带着蓝旺姬继续跑 蓝旺姬本来就不会武功 现在还怀着七个月的身孕 跑路异常艰难 而那些灵溪兽很难缠又多 他们很快就被围住了 蓝旺姬手里紧紧攥着密封罐 站在相对安全的位置 只是他们人太少 根本就应付不过来的 为了保护蓝旺姬 已经有人被抓伤了 蓝旺姬为了不连累他们 只好高度警示周围 可是蓝旺姬到底只是一个普通人 再怎么小心也顾不到那么周全 他刚把蜜蜂冠系在身上 一只灵溪兽就从他身后扑上来 直到快近身了他才感觉到 虽然他及时躲避了 但肩膀上还是被抓了一找 那只灵溪兽又跳到他的前面 准备正面扑过来 蓝旺姬只能后退 却不知危险正等着他 魏无羡过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一只不知道是什么的野兽 抓了一下蓝旺姬 然后又准备正面再抓 蓝旺姬正在后退 可他后面是一个很大的陡坡 他急忙拿出弓箭朝那野兽射了过去 小心后面 魏无羡射中野兽后 对着蓝旺姬喊道 可惜他提醒的慢了一步 蓝旺姬已经退到边缘了 蓝旺姬前一秒还在庆幸 有人射杀了他面前的灵溪兽 后一秒就听到了魏无羡喊的那句小心 可是他此时已经站不稳了 陡坡边缘有很多小石子 又松散又滑 他心里只闪过一句完了人就滑下去了 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总是本能地会抓住身边的一切事物 蓝旺姬在掉下去的时候 胡乱抓住一把长在陡坡上的灌木刺 灌木刺虽然不是很粗壮 但还算坚固 只是浑身是刺 看到蓝旺姬掉了下去 魏无羡立马骑马上前 他身后的御林军也都跟上了 给我把那些畜生全都杀了 魏无羡有些凶狠地吩咐道 然后就去救蓝旺姬了 蓝旺姬掉的并不是很深 只是陡坡边缘很滑不好救人 魏无羡正在想办法的时候 就听到蓝旺姬对他哭求道 请太子殿下救救我 来日我们川王府一定会报答你的 蓝旺姬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脆弱 还是在魏无羡的面前 可是他现在真的想不了那么多了 这个陡坡蛮高的 他要是真的掉下去 就算不死 孩子也会有损伤的 况且他身上还带着爹爹的救命药 孩子出事了或是耽误了爹爹的病情 那一切就全毁了 所以他也管不了面前的是谁了 能救他就行 魏无羡听到蓝旺姬的求救话语 心情很复杂 他虽然觉得自己不算个好人 但也不至于见死不救吧 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有那么些情分在 只思考了片刻魏无羡 就赶紧把自己的外衣脱了 缠在弓箭上 然后放下去拉蓝旺姬 蓝旺姬看他啃救自己 急忙放开手抓住 魏无羡放下的衣服 只是他现在身子 不方便又有些累 纵使他想使劲也没办法 然后还是靠魏无羡把他拖上去了 上去之后 蓝旺姬浑身没劲躺在地上 双手被灌木刺扎得全是血 身上的衣服也有些刺破了 还有些泥土 整个人狼独不堪 蓝旺姬摸了摸肚子 还看了眼腰间的密封罐 发现都没事后才有所放松 然后就晕倒了 魏无羡看着蓝旺姬的惨样 突然就非常生气 他小心翼翼地抱起蓝旺姬 转身就往他们的营地走去 有了御林军弓箭手的加入 撕追他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灵溪兽也是有灵性的动物 在死伤惨重下知道 今天占不到便宜 便开始慢慢撤退了 因为蓝旺姬被魏无羡带走了 撕追他们也只好跟着御林军 一起去了他们的营地 走近才意识到 他们是过来狩猎的 碧羽心里头生气 真的是狩猎场那么多 他们怎么偏要跑到大满山来狩猎 不知道这里有很多奇珍异兽吗 还可能会糟蹋很多草药 真是不知百姓疾苦的贵人 营地帐篷里 魏无羡已经叫了医师给蓝旺姬看过 医师说他是劳累过度再加上药物麻痹才昏睡的 身体没什么事 孩子也没事 手上和身上的擦伤涂点药就行 魏无羡让人打来了水 亲自给蓝旺姬擦脸擦手 然后给他的手上药 蓝旺姬的手很纤细白净 但不是特别嫩 因为他常年打药制药的缘故 有些纸腹上还有一层薄薄的茧子 魏无羡却特别喜欢他的手